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戈壁某训练基地 组织防空分队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全面检验官兵空情侦察 快速出击立体防御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初秋的贺兰山下 黄沙漫卷硝烟四起 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 一场跨昼夜陆空实弹对抗演练 拉开战幕 接到命令部队迅速机动至任务地域 各要素迅速占领阵地 多型雷达快速完成部署 构建起远中近高中低的立体侦察预警网 雷达预警小组通过对空侦察 第一时间将空情信息上报指挥所 根据迪袭空情特点 指挥员果断下令对目标进行尽快射击 目标不夸 目标不夸 不夸 随着操作手的精准操作 防空导弹呼啸而出命中目标 没过多久 多批次敌机再度来袭 面对复杂的空情信息 指挥员依托预警系统 迅速研判态势 及时下达火力分配指令 目标进入火力范围后 炮手在指定方位进行概略瞄准 并通过车载电视跟踪系统 迅速捕获目标 实施火力打击 来袭目标被逐一摧毁 要想取得作战胜利 离不开各要素的密切协同 今天的直接演训场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部高原 近日一场陆空联合拔点战斗演练 在海拔4500多米的某综合训练场 火热展开 下面我们就去看一看 这场演练当中 多型火力是如何配合的 凌晨4点 在夜幕掩护下 各作战群以小群多路的方式 向30公里外的集结地域隐蔽机动 侦察分队利用电磁 光电 无人机 等多种手段 对目标地域展开多维立体侦察 拐动追 雷电射击 5 4 3 2 1 点火 由空中火力突击队 原火炮兵等分队组成的火力打击群 率先发起攻击 破障分队快速前出 利用爆破火器综合扫雷车 在前沿阵地进行定点爆破清除 开平 由两架直升机组成的低空火力突击队迅速前出 火力压制阻击兵力支援部队正面攻击 这次发现东央平目标 距离三拐 稳定跟踪 由四架靶机模拟的敌空中编队快速向阵地抵近 侦察指挥单元借助一体化侦察网络 持续跟踪通报目标位置信息 打弹分射 打弹分射 各型防空力量立即构建立体防御网 展开火力打击 特战队员搭乘陆航直升机突入敌阵地纵身 在夺控敌主要防御目标的同时 引导远程火力打击群对目标实施精准毁伤 合力夺战防御要点 突击车快速向阵地纵身进攻 进一步扩大战果 这次演练 西藏军区还进行了战场清剿 为勤救护 后勤保障等多个科目训练 全面检验了部队在高寒山地环境下的 综合作战能力 在此次演练中 我们任务分队借助多种手段 深入融合指通链路 部队的侦察预警 协同配合 火力运用 都达到了根根的水平和层次 作战效能 也得到了加速提升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完成 复杂条件下的多样化军事任务 舰艇指挥员 担负着舰艇的航行安全和作战指挥任务 只有通过全训考核 才能够取得上岗资格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 就通过一场连续72小时的全训考核 对舰艇指挥员的应战应变 和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全面检验 蛮方飞机可能对我边队进行袭击 接到敌情通报后 海口舰 昆明舰和惠州舰迅速前出 占领主炮射击阵位锁定目标 同时潜艇 直升机 观察通信部队等兵力加入战斗 检验舰艇指挥员的应变能力 刚刚处置完空袭敌情 编队又接到当前海区 有不法商船活动的情报 各舰艇迅速前出 实施领检拿捕行动 9月24号上午九时许 曾参与完成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亚太六地卫星等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五号船 驶立位于江苏无锡的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本赴太平洋海域执行任务 本次出航是远望五号船 今年第三次远航 根据航天发射任务总体安排 预计2021年初完成任务后返航 据了解 远望五号船于8月10号停靠母港后 就扎实开展 设备维护 船舶检验 备件补充等准备工作 并针对后续任务特点难点 专门组织关键备件测试 试验文书学习 技术状态验证 薄弱环节梳理等工作 确保参事人员和设备 不带问题隐患出海 把牢海上测控任务质两关 此次出航 任务密度高 航程时间长 防控要求严 广大船员能够克服困难 顶住压力 伊南奔赴大洋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任务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优越达建 为2021年开个头 眼下正是新兵入伍的时候 这些天 湖北各地的新兵 陆续奔赴军营 兵役部门积极做好 预定新兵疫前训练工作 为新兵上好军营第一课 在湖北武汉 黄石 荆州等地 新兵们告别家乡的亲人 开启军旅新生活 在今年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全国人民支援湖北 支援武汉 在抗疫中磨练成长的湖北青年 参军热情高涨 因为疫情期间的原因 让我感受也是蛮多的 如果不能当医生去救死福山 那就当兵去保家卫国 希望特别是能够发扬 我们这种抗疫的精神 也祝愿他们在部队之后 能够早点听到他们的好消息